12月1日,一次较为明显的地磁暴活动让北京 黑龙江北部、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多地出现极光现象 地磁暴是什么?为何会产生极光? 一起了解地磁暴是什么 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 当太阳爆发时,会发生日免物质抛射 一次抛射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 以数百到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 这些物质中不光包括巨大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动能 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 它们一旦命中地球 就会引发地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及的磁暴 为何会产生极光? 极光实际上只是的磁暴的副产物 当日面物质携带着太阳的能量与地球相遇后 其中一部分会随着地球磁场进入两极 并与距离地面100到400千米高的大气层发生撞击 撞击的过程伴随着能量交换 这些能量在被大气原子与分子的核外电子吸收之后 又快速得到释放 释放的结果就是产生发光 绿色与红色极光便是来自氧原子 紫色与蓝色极光则往往来自氮原子 为什么在我国看到的极光大多是红色 大部分极光集中在地球上方的90到400公里 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的人类观测极光示意图显示 在300公里以上 极光以浅红色为主 200到300公里以深红色为主 100到200公里以绿色为主 100公里以下则是蓝色 紫色或多种颜色混合的颜色 因为地表有一定弧度 使得地球本身会遮挡一部分远方的物体 如果观测点离极光太远 就只能看到高度更高的红色极光了 因此在中国看到的极光大都是红色 而在北极圈内看到的多是绿色 地磁暴会带来什么影响 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表示 地磁暴对人体的影响是很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 但会对短波通信等产生影响 不过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此外 地磁暴可能会对空间站产生影响 空间站可能会因大气拖拽 造成轨道高度下降 卫星导航设备误差也可能增大 航空飞行也会面临通信环境变差 和跨极区辐射的双重风险